Hello 各位觀眾大家好 又回到PokeMMO 這次就教大家一個小小的技巧 不知道大家平時有沒有看這個直播 我回血的時候 這個PC裡面回血速度是極快 你看到是說 精靈球都未斬完 我已經離開了那個櫃檯 這個為什麼呢? 就是因為多了這個語言貓的幫助 我才可以做到這個效果 當然不僅是合中的PC 來到關東我們都可以試試速度 其實是極快的 稍後我會做一個對比給大家看看 這個沒有語言包的底下 究竟回血速度有多慢呢? 不僅是PC回血 你來到碼頭 如果你想去其他地區 它依然都可以做到很極速地 飛到下一個地區 而不是慢慢等 現在就給大家看看 如果我沒有用這個語言包 究竟是什麼速度 首先我們來到這個碼頭 它會有一段時間說話 然後就說在哪個地區下船 我們去合中 基本上的速度可以看到有明顯的不同 其實是相差很遠的 好,來到下一個要測試的東西 就是這個聚寶弓 大家都知道聚寶弓是一招賺錢的技能 你把錢扔出去 然後戰鬥結束的時候就會回收 大家可以看看 首先它會彈出金幣殺在鳥周圍 以及撿到這個金幣 然後我們再轉回我們的語言包看看 好,現在已經順利轉為另一個語言包 大家可以看看這個效率有快了多少 這個效率有 好,來到這裡我們已經改了語言包 現在試試聚寶弓 如無意外這個聚寶弓應該很快就已經結束了整個特效或者提示 你看到完全沒有任何提示就直接關掉了 這個就是語言包的威力 但是也有一個缺點就是 它完全沒有任何提示在左下這個框裡說你撿了多少錢 這個缺點算不算大呢? 其實這個缺點也不算很大 因為大家如果玩得久都知道 哦,這次我撿的是多少錢 以及是有賺的 是不會消失的 不會說沒有了那筆錢 只不過它沒有顯示出來 但你左上角還是會有加的 好,來到最後就講一講這個語言包 還有最強勁的功能是什麼呢? 就是當你對戰一些天王、道館那些 其實你可以看到 那個流暢度是明顯地 明顯地是增加了很多很多倍的 這裡就是我打天王的過程 你看到我扔了隱形岩的時候 它是沒有任何的一些對話彈出來 從而加快整個戰鬥的速度 也都沒有任何什麼什麼完全沒有效果的字出來 大家如果有玩過都知道 如果對一隻寵人 如果用一些沒有效果的技能 它是會彈出完全沒有效果的字句出來的 但是在這個語言包下就完全沒有 還有大家都可以看看 只要對手一倒下的時候 它就很快就會立刻彈出另一隻出來的 那這個就是這個語言包的優勢 然後下一個也可以看看 就是當這個玩家進入對戰的時候 它是沒有一些NPC的一些對話 就是NPC完全沒有開場面 就直接丟精靈球 那這個就是這個語言包最強勢最強勢的地方 相信大家都會有打道館或者打天王的時候 這個就非常適合的 總結來看其實這個語言包有好處很多 但是都會有一點點缺點 缺點就是 產減組的一些語句可能會對你有幫助 譬如有一些 不是太熟悉對戰 一些新手一點的玩家 那些產減的句子 其實有機會令到你在這個對戰中有一點混亂 大家可以看看自己是否適合用 然後再選擇用這個語言包 好啦現在就教大家怎樣去到使用 怎樣安裝這個語言包 就很簡單 那你只要右鍵這個MMO 然後打開內容這一頁 然後我們有一個的網誌 一個位置 然後就套在這個位置 套在這個位置 然後打開MMO OK 那就彈出了MMO的資料夾 那就很簡單 之後我們選擇Data 然後這個Strike 那這裡就有一堆的 這些就是語言包的文本 那就將那個 下載的語言包 就這樣套進去 這樣就有適用了 假設 我現在下載的就是這一份 這一份 那我將這六個檔案 直接copy 那你見到覆蓋的時候 直接覆蓋 OK 之後再重新開遊戲 重新開遊戲 然後就回到這個遊戲 之後我們選擇設置 這裡選擇這個簡體中文 一定要簡體中文 因為我這裡 就沒有改到這個名字 所以它寫就寫簡體中文 但是進去是繁體 因為我自己把它改成繁體 所以這件事情大家要注意 之後你進去 看看這個交易行裡面 有沒有彈這些性格 這些符號 或者這些屬性的精靈 就來看看是不是已經大功告成 那OK的話 就沒問題 可以用到這個語言包 好啦 那今次這部影片來到這裡 這個語言包 確實是一個非常好的一個... 模式 因為它可以令你更快回血 更快做任何的東西 所以其實都很推薦大家 用語言包去玩這個遊戲 因為效率就差太遠太遠了 OK 那今早這部影片來到這裡 希望幫到大家 下次再見 拜拜